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澳門 當地中學生看到以後就非常歡喜 當他們接受傳媒記者訪問的時候 竟然說那些說話 真的相當骨避和浮誇 其中一個姓劉的中學生說 習近平稱呼為習爺爺 他用普通話說 習爺爺跟我們打招呼的時候 他抱著我 然後就跟我握手 當時我的手其實特別冷 然後習爺爺一直握著我的手 我可以感受到習爺爺的溫暖 就一下子傳遞到我的全身 真的 不知道 就以為他牽著一個女生的手 原來這是習爺爺的手 感受到他的溫暖 這些不知道背了多久的稿 難怪這麼多香港的記者 不讓他入境 哈哈哈哈 就不可以讓他周圍大咪 駁咪訪問 剛剛訪問正這個劉同學 我不會說你是做馬的 絕對不是 哈哈哈哈 不過你略言太浮誇了 這個劉同學 是不是啊 大哥 接著他還有話說 他就說 習爺爺叫他多些來學習中國的歷史 大家就知道了 主旋律就是中國歷史 難怪香港那些建制派 就跟著這個船來起舞 紛紛就說要學習中國歷史 就要拼起這個通識科 另一名的女學生 更加之厲害 這個感受非常之強烈 他就說 習主席就跟我們揮手 哎呀 好開心啊 非常之激動 看到他 我覺得這一輩子都沒有遺憾 嘩 看到習主席 如來遠 很像遠 跟你揮手 你馬上就此生無憾 嘩 這些好像文革時期那些 紅衛兵見毛主席的心情 是不是很類似 不知道 還以為這些女學生 劉同學 喂 以為你在做樣板戲 哈哈哈哈 真是現代少見 真是罕見 大哥 這些這樣的學生 老實說 我又不會質疑他們的心情 不是真的 不過以這種水準的學生 將來能不能夠成為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人才 你可以問問中環的人 哈哈哈哈 我不懂評價 我一介草民 刁民 這些 我不懂 哈哈哈哈 因為我沒有他們的感受 今晚還有另一個消息傳出 就是中央電視台的報道 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會見了行政長官林鄭 而根據新華社的報道 習近平在會上充分肯定了林鄭月娥 在非常時期展現出勇氣和擔當 林鄭去到北京述職的時候 提出了特區政府下一步工作的設想 到底下一步的設想 中央都完全支持 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各個部門 繼續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各思其職 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 共同把香港的事情辦好 林鄭感謝習近平的接見 表示一定會帶領特區政府 繼續做好止暴制亂的工作 盡快恢復香港的社會秩序 原來林鄭去到北京的時候 提出了特區政府下一步工作的設想 到底下一步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當然不知道 他也沒有寫得那麼明白清楚 但這次在澳門會見完 那次在香港警察又有動作 將涉及聲火同盟的戶口凍結了 到底兩者有沒有關聯 就亦有自行判斷了 而且下一步的設想 到底還有什麼工作呢 根據一些建制派的消息人士指出 其實林鄭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 準備要上馬 這就是23條 到底是真還是假 我們一起聽聽這些建制派人士 他們的論據是什麼 首先要說 為什麼要由林鄭推出這23條呢 就是北京的研判 根據這些消息人士所說 北京認為 這次搞出這些反送中的運動 這麼多的示威遊行集會 其實就是外國勢力從中作梗 所以就要堵塞國家安全的漏洞 故此 23條就成為了最迫切的任務 就要阻止外部勢力 在香港進行煽動的工作 第二點就是 他們認為香港局勢已經爛透了 示威活動肯定就會持續 反正也是 不如推出這23條 反正不推又是會示威 推也是會示威 索勝把困擾了香港和北京十幾年的難題 就由林鄭解決它 畫上一個句號 第三點就是 林鄭的民望目前已經跌到谷底 只剩下19分 還升上0.2 上次無厘頭 所以他們就認為林鄭已經沒有後顧之憂 下一屆又不用想 所以就爭取在餘下任期 就將23條推上馬 進行立法的工作 到底這個說法是否可信 我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北京和特區政府 真的以一種這樣的態度來研判的話 只會搞出大頭髮 只會令到這個爛灘子 更加之是不可收拾 那些示威肯定會激化 矛盾又會加劇 即是何必呢 現在只是一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已經搞得黏黏亂了 另外 習近平會見的林鄭 多次會見 很明顯是非常重視她 大家記得當年老董下台 是2005年 2003年就是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 根據這個枉跡 北京一定不會在市民 在示威熱控控的時候讓步 以免發出錯誤的訊息給香港人 所以林鄭會不會在下年三月下台 我相信是未必 為什麼呢? 因為下年三月肯定的示威還未完 如果還未完 馬上又換人 陣前換稅的話 肯定北京會發出錯誤的訊息給香港人 就會認為這是對暴力低頭 你知道建制派也很喜歡用這些說詞 難保他們向北京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這件事 到底林鄭會不會下台呢? 我看短期之內一定不會 而且不會在下年三月那麼近 好了 接著就說說關於 習近平對於澳門的評價 其實已經超越了香港了 大家看看他在兩次下機的時候的簡短談話 就可以比較一下 他在2017年來過香港 他就說到香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衷心祝願香港再創輝煌 今年到了澳門的時候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澳門的成就令人自豪 祖國的人民、中央政府都感到自豪 很明顯就是澳門比香港看高一線 他感到自豪 以澳門為榮 香港就沒有這麼說 祝你再創輝煌 即是說當時就沒有那麼輝煌 很明顯是踩一踩的 接著就說到一國兩制 他怎麼跟香港人說呢? 前年他就說 願同香港各界維護 香港二十年來不平凡的歷程 總結經驗展望未來 確保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 即是他潛台詞就是 香港貫徹一國兩制這方面 做得不足夠 還有改善的空間 他今年在澳門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澳門認真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取得的經驗和具有的特色 是值得總結的 擺明就是有讚沒有彈的 所以大家看到 北京似乎真的捧澳門 想他做這個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 到底行不行呢? 當然是譬如很大的疑問 包括上海的浦東 深圳前海 上海自貿區 各省的自貿區 以及大灣區 說了一大堆這些事情 結果來講 能否取得到香港呢? 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還是不行的 現在又說要捧澳門 我不是說看下澳門的 因為我們在澳門街 都有不少益 也在收看我們的節目 避免他們有一刻的感覺 但是老實說澳門 是不是有這樣的人才 以及硬件 有沒有這樣的法治制度 給不給國際社會 足夠的信心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呢? 似乎還有很長的道路 就要走 好了 我們又看看 今天有一篇彭博的報道 也很值得和大家說一下 他們說 澳門選擇了富貴而非民主 澳門人均的財富 在全球僅次於卡塔爾 排行第二 老實說 這個人均GDP 澳門街是很高的 受惠於博彩業 但是到底是不是個個都這麼富貴呢? 其實當然不是 很多財富就職序在貴賓廳的老闆 職序在博企的老闆手上 一般市民 當然他們派牌的可觀 都有兩萬多元的收入 每個月 而且不止十二個月收入 有花紅 比起香港一般人來說 收入比較鬆動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澳門來說 也有很多的配套不足 只是說醫院 很多澳門人來香港 就是私家醫院、私家診所求診 為什麼呢? 正正因為澳門的醫療設施不足夠 只有三間醫院 鏡壺、山頂和科大 那就沒有了 除此之外 比如說房屋的問題也很嚴重 那些京屋也蓋不夠 總之澳門社會也有很多問題 當然每年派一萬元 令很多人的怨氣降低 根據彭博的報道 他說的一件事其實 很到位 他說北京未能看到的就是 如果澳門就是未來 多數香港人都會回答 多謝了,不用 這件事是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澳門現在又有二十三條 大家都知道澳門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或者民主發展的程度 而且澳門的經濟 結構單日比香港更嚴重 香港也起碼還有一個四大支柱產業 所謂六大優勢產業的 曾任權爵士港 到現在都發展不來 GDP還未過百分之十 但澳門很明顯就是靠一個行業 就是博彩業 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又放緩了 加上其他地緣的競爭 包括新加坡 遲些日本又說會建這個賭場 加上這麼多競爭 到底澳門能否保持到它的優勢呢? 將會是一大的考驗 所以澳門的一國兩制模式 其實無論對於台灣或香港 都沒有多少參考價值或示範作用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